那时候,宗徒们聚集到耶稣更前,把他们所做、所教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。 耶稣对他们说,你们来到一个必经的地方去休息一下。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,甚至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。 他们便悄悄地乘船往旷野里去了。 众人看见他们走了,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,便从各城、土部走到那里,而且比他们先到。 耶稣一下船,看见一大群人,就怜悯他们,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,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 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,一打开圣经,我们就更深地认识耶稣。 基督就拿今天读的福音来说,耶稣邀请宗徒们,你们去休息一下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累了,连吃饭的时间平常都没有。 他们忙着干嘛? 他们忙着传福音,耶稣派遣十二位宗徒,七十二个门徒,到处去宣讲,走遍各城各村。 耶稣想到每一个受苦的人,他来是为了救他们。 要不宗徒们,要不宗徒们跟着耶稣,门徒们都出去传福音,让他们相信天国来了,你们悔改吧。 耶稣心里想着每一个人,他自己觉得不够,他派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出去。 所以他们累了,今天的福音是,他们传教回来,耶稣说,你们去休息休息。 他们去了旷野,到那儿本来以为没有人,结果一下船,一大群人在等着他们,耶稣就怜悯他们,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 没有人放那些羊,那羊肯定很瘦,生病的,不知道去哪里,也不安全。 耶稣看到这些人,就怜悯他们,这就是耶稣的心,他想着救每一个人。 读到这里,我会说,此时此刻,耶稣看到我们,他也怜悯我们。 他看到你的教育,你的困难,你的压力,你的愿望。 就像今天的读经一,天主对撒罗曼说,你无论求什么,我必定给你。 弟兄姐妹们,一听这句话,我就想给你们分享,请你们注意这句话。 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,他同样告诉你们,你无论求什么,我必定给你。 他就为我们而来,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的。 有时我们说,耶稣是全人类的救助,是救世主,好像跟我没关系。 不,今天的你有什么困难,有什么问题,耶稣来就是为你而来。 今天白天,一整天我在盖房子,虽然天气很冷,很多教友来帮忙,所以一整天从早上到现在,现在弥撒之前,吃了点饭,洗了个澡,就赶紧来给你们做弥撒。 天气那么冷,我在房顶上呆了一天,我的焦虑刚才听到这句话,自然把我们蒸盖的房子,特别是安全,因为很高,不要有任何的事故,我们都不专业交在耶稣手中。 这句话,我听到是对我说,你求什么,我要给你。 耶稣来,没有他不管的事。 再大的事情,他能管,再小的事,他也会管。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。 他看到群传,怜悯他们,帮助他们,此时此刻,他愿意我们打开心,在他面前,向他诉说我们的愿望。 有时我们说,我们犯罪,伤耶稣的心,不错,可是还有一件事,伤耶稣的心,可能比平常的罪更让他难受,那是什么呢? 我们不靠他,我们不求他,他来了接近我们,他怕我们害怕,所以他变成小孩。 谁会怕一个小孩,在马草里,牵着手需要吃东西,需要别人给他穿上衣服,没有人怕这个小孩。 随后,他像平常的人一样,走在大街上,不是发着光,也不是三头六地,他怕人们不敢接近他。 今天同样,他为了不让我们害怕,把自己藏在面临里面。 诸圣以后,我们说圣体,那就是耶稣的身体,耶稣自己在里面。 他怕我们害怕他,所以他把自己藏起来。 意思是,你们都到我跟前来吧。 弟兄姐妹们,我看到这些群众,从很远的地方,从各地走路去。 有时我们今天有弥撒的时候,我们是不是也怀着这样的渴望? 今天早点吃饭,汤里有弥撒,我们去往弥撒吧。 有朋友,有别的事儿。 好,明天吧,抽个时间,因为今天我要去教堂,有弥撒。 耶稣来了,我要把别的事儿推一推。 有好多的事儿,我们是没事儿的时候,我们才来往弥撒。 稍微有点事儿,孩子需要写作业,我要看他。 一会儿有朋友来家里歇着,今天有个电影挺好的,我挺喜欢看。 不去了。 你看这些人从各地,感到那里去。 比耶稣还相当。 耶稣以为那里没有人,结果一下子完,都是人。 耶稣很感动。 你们知道,在圣经上,耶稣想了很多的奇迹。 不是耶稣厚此薄彼,爱这个,不喜欢那一个。 耶稣喜欢每一个人。 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被治愈了? 有一些人就没有呢? 其中有一个原因,我不说完全是因为什么样。 其中有一个原因。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,耶稣的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施展。 当我们无动意中,坐在这里,我们的心也不死也不响。 反正我在这儿,我们不求,不靠他。 这个是让耶稣最难受的。 以别的罪,更让耶稣伤心。 耶稣他叫阿玛路尔,意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 给我们在一起走路,做我们的朋友。 我们不理他,我就走我自己的。 你想你的朋友会不会伤心? 他从黑暗的地方来帮你。 你跟他说一声。 他来到你家敲门,你不开门,不理他,不见他。 哪有这样做朋友的。 耶稣来到我们家里,现在在我们面前。 我们要向那些群众愿意投靠他,依赖他。 最后再重复一遍。 你无论求什么,我必定给你。 耶稣说,你们求,一定会得到。 你们找,一定会找到。 你们敲门,一定给你们开门。 然后我们静下来,好好的给耶稣说一说。 我的需要,我心里的愿望,交在他手中。 他是救助。 如果你真心的祈求,不久我相信你会体验到他对你的帮助。 阿们。